中國有十條的暴行名街 廈門的其中一條是這裏 Steve 暴行街通常都是名店臨立的地方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 我用不著來到這裏才去 都是為你的 其中一項都是你很喜歡的 那我最喜歡都是我這麼餵食 你平時行夜街在哪裏 吃夜店 那就走吧 走吧 吃小吃這裏最棒 好啊 很多東西吃 這些是甚麼 這些叫韭菜盒 挺有趣 我喜歡這個 一人拿點試試 好啊 這兩個叫花生湯 叫一個漂亮的花生湯 一碗是剛好的 盛下去就是這麼多的 你拿這個冷的 我拿這個熱好嗎 來 10個 我知道這裏最有名的就是花生湯 所以叫兩個 對呀 給你一個試試 平時花生湯我們吃得多 現在要試試這個花生湯 全部都是花生來的 對呀 你看我急著 噴下去 嗯 那些花生煮得很軟 咬到它溶了 對呀 好像我吃神胡椒 放在嘴裡溶了 我們現在來到 就是整條步行家裏面 最精彩的部分 嗯 而且呢 整條街都是最好的小吃 在這裏的 嗯 這裏真的很旺呀 但Steve呀 我呢 就算多餵食多大吃 我都不可以 吃不下了 不可以逐間試 不如我們找一間 我懂為你打算的 我找了一間 全條餵食街 嗯 步行家裏面最好 最出名的好嗎 好 好 我們去試試 Steve呀 八婆婆蕭仙草 嗯 那蕭仙草的名字呢 我聽起來好像 喝完之後 是不是會飄飄然 肉鮮肉死呀 有那些感覺的 你看一下 這麼光明正大 在大街賣 這麼多人排隊 當然是正的東西 不是你說的那種來的 既然是正的東西 就麻煩你了 我要一杯吧 麻煩 俊明 在幾十年前 有一位女士 就嫁在鄉下裏面 一位兄弟裏面 排第八的先生 有人叫她 八婆婆 以前多數在農村耕種 天氣熱的時間很容易種樹 八婆婆就是找了生草藥 做了飲品 讓人們喝 我們解暑 就成為八婆婆的 燒鮮草的飲品 麻煩你了 試試吧 好啊 好像很多料似的 吃不吃的是什麼 燒鮮草 我吃那塊有涼粉 有花生 還有少許奶茶味 其實燒鮮草就是涼粉 吃了就令你降火 哦 即是沒那麼容易中暑 夏天可以燒暑 是啊 多吃兩口吧 難怪這麼多人排隊 這條小食街 這條小食街 就算現在不肚餓 也值得你們來逛一逛 咦 這裡有新疆的烤餅和烤肉 還有印度飛餅 還有很多台灣的小食在這裡 台灣的香辣太子蟹 還有台灣的火爆五味蝦 夏天 在士林夜市裡見到的燒酒樓 在這裡都找到的 喜歡一路走一路吃也可以 如果不喜歡一路走一路吃 坐在大排檔裡慢慢品嘗也可以 謝謝你